學生了沒 這個我把我小學時候的 看那些兵馬俑展覽的資料 還有紀錄都放上去的 就是小學時候 然後到國中 紀歷史系 你看 演員 那因為我那個時候 高職的時候是廣告設計系 然後我們那時候 我們就所有的人 都要做一個自己的這個 就是作品系 然後這個就是從頭到尾 都是自己設計 裡面都是寫真有沒有 穿薄紗要躺在旁邊 然後我都本學 然後就是 跟紅茶哥的結婚照 那時候還沒認識他 然後就是你自己畫的 就是你所有的作品集 然後我們都會把它放裡面 然後這也是我畫的 好 那我問問看大家 最難準備的資料是什麼 首頁美女 對啦 就是 這要不實話咧 一定要教妳啊 妳教我啊 妳教我啊 妳提提啊 梨兒啊 會啊 好啦…算了… 那她第一次嘛 我兩次了 好啦 連攝影師都帶她啦 我覺得最難準備人生規劃 我覺得我現在活到二十幾歲 我都不知道我的人生規劃 就是還在摸索 那怎麼可能 教一個十八歲的小孩 就是剛進大學 就是說提她的那個人生規劃 說得好 我如果是教授 有一個人跟我這樣講的話 我也會覺得 她講得還滿有道理 因為可能有的教授 還滿迷惘的 對啊 而且有的真的這樣寫 妳未必這樣走啊 對啊 其實妳如果適度的 把迷惘說出來 但還是教了一份人生規劃 可能分數還會不錯 有人帶備審資料來嗎 我們看一下 有沒有 哪一位 來 梁武帝有嗎 有 來…給大家看一下 獎狀開始 獎狀 都可以拿起來給鏡頭看 為幼庭 行政院衛生署 沒有啦 為幼庭開始在語文方面就不錯了 你這張是什麼獎狀 這個是全校模範生的獎狀 你得過模範生 你是模範生 少來 我當時有輸過啊 檢查 幾年級 當時是高一 本校一年五班 對…模範生 那是擂台賽嗎 真的 看誰打贏誰又模範生 真的…這是真的 不可能 學校活動 他去參加健身操比賽 沒有…我是那個指揮 心得 出來帶動 來啊 來…在前面 我看你 各位指揮 來 來 六九 各位 中央舞為準 向中央 去 向前 看 手指 正 這…在幹嘛 這什麼 你叫他在那裡 你在叫誰啊 你在招計程車啊 什麼 這是一個手勢就這樣 好 開始做健身操 開始 好 開始 然後就開始跳 好 跳啊 你不是指揮 指揮 就這樣 就這樣 指揮就是最沒用的那一個啦 指揮只有手指是好的 對 只要這樣就好了 好啦 另外還有那個第六十八頁 課外研究 文化研究啊 真廣電文啊 大甲鎮藍宮 來…把你放出來了 這是我特別的研究 我當時跟著去出鎮啊 去看出警討我 然後就研究這些 媽祖的文化 還有一些鎮頭的文化 過程都拍下來 我覺得還好 他寫得真的很沒有 生力氣勁的感覺 還進國文系 因為這是我第一次做 大甲媽祖的研究 內心充滿善念 就沒了 就這樣 這是妳的感想 後面有相關的聖歌 如果你會唱 我就證明 來 媽祖聖樂 來 南無關聖音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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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開始唱了 一百天正正 好漂亮啦 小龍 小龍 好漂亮 小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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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媽呀 小龍 好啦 其實關思音普度眾生 不管唱得怎樣都是可以啦 對… 只要心存善念啦 好 這有特色啦 這有特色 好 恭喜你們學校啦 謝謝 好 Emily有繪本是不是 有沒有正常一點的 這樣就對了… 好漂亮喔 來…請出列 我們大家一起看一下好不好 觀光企業 然後妳準備了繪本 繪本 自己也發明了一個故事 對不對 就是觀光企業系 它就是做文化行銷嘛 文化行銷可能就是… 就是要懂得包裝一些東西 然後可能就常常要做必報啊 還有一些就是美工方面 這故事是送給誰的嗎 那是以前送給一個朋友 然後後來就布好 然後剛好又在推真段時間 然後所以我就跟他說 那個之前有給妳繪本 可不可以先拿回來借我推真一下 這樣子 是前男友嗎 對 所以談戀愛真的是好的 真的… 一定會留下一些努力的痕跡嘛 這只有談戀愛妳才有心理 好可愛喔 愛喔 好 不錯… 真的是很正常啊 有抹掉一點梁武帝剛剛那個 對啊 氣氛變好了 好 剛剛其實講到面試 有時候7秒決定一個人的成敗 所以請問大家面試這一關 為了面試有沒有特別 準備穿什麼樣的衣服 Oshio 來 這個上半身穿比較正式 然後下半身是短褲跟拖鞋這樣 這樣子可以上 對啊 我今天就是穿這樣子 看一下… 當時推真穿的衣服 脫鞋 脫鞋是夾腳的嗎 脫鞋 腳抬起來看一下 那明明是去春那穿的啊 是 那時候推真是齊悅很熱 就是我想說穿那麼厚 教授看了應該也覺得很熱吧 所以就想說穿清涼一點 是因為面試官都是男教授 有男有女啊 這一點我問一下李教授 如果妳看要穿這樣 短褲跟假腳脫會影響妳的分數嗎 我覺得服裝打扮 它是一種非語言的表達方式 那它固然重要 但是它不是單一的判斷標準 就剛才這位同學的一個打扮來講的話 我會覺得 我個人覺得有點不OK 有點不OK 就是我會建議你們以就是 半正式到正式的打扮為主 那女生的話 你不能穿太短的裙子 或是採個大概10公分的高跟鞋 那是不怎麼OK的 那如果說你穿個假腳脫的話 表示你不是非常重視 你這次的面試 非語言的部分我們知道啦 那在語言的部分呢 我們要請兩位同學來做做自我介紹 是Kiki還有我們白酒 30秒的時間讓你們做做自我介紹 面試有關鍵 用這一招真的尾上榜嗎 各位老師大家好 我叫張金全 希望呢 老師可以 希望我上這個戲呢 就是想要拯救地球